叶小冬 大哥 上一个威胁本军女人者 早已经黄土埋身 你隐藏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拿到神龙伊碟 都不打开看看吗 好一招引君入瓮 若非如此 怎能把你这个门主引出来呢 秦洛 原谅我的隐瞒 身为一个父亲 我必须这么做 我本想让浩然劝你放弃 毕竟南南已经失去了父亲 别伤心了 不能再没有了娘亲 但我了解了 知道你的性格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会为了我去争取神龙伊碟 青罗 你记住 要拿到神龙伊碟下策 你的敌人不是秦洪 而是这个隐藏在暗处的 修罗门门中 莫贤小韩 陪我去一趟亲王府 司徒宇 青衡也来了吧 让他们出来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曲子 不是在风铃鼓听过吗 来 你是 爹 雪儿 你莫怪为父 七年前 我轻信司徒与这个小人 间接害死了夜王和队友 这些年来 只成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就是为死去的队友报仇 若不能将司徒与和整个修罗门杀进 我无言面对夜王的孩子 我们先救其他人吧 小心 雪儿 这不可能 你怎能不受阮骨散的影响 自从我担起为孟山族复仇的重任起 我便日日与天下的草药为伍 为了施药 我无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 终于让我制成了玉毒丹 我早就已百毒不清 死透云 你卧薪长胆七年 最终还不是任我在哥 你 玉清洛 乖乖地交出神农伊点 否则 送你去黄泉路上陪你的夜修毒 好 杀了我吧 雪儿 神农伊点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 那就是无你所愿 叶修毒 大哥 上一个威胁本军女人者 早已经黄土埋身 你司徒语也不会是个例外 你明明已经中了段雨红 为何 自然是老夫的功劳 放开他 笑话 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韩潇只是暂时压制住你体内的段雨红 你根本就没有痊愈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就发挥不出平日的实力 玉清洛又在我的手上 你能奈我何 叶修毒 段雨红正是一切毒体的克星 别担心我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青洛 我用它教你一套防身剑法 若是我以后不在你身边 你要懂得自己保护好自己 那现在不是由你保护着我的吗 万一你以后被人制住了呢 记得我不压身吗 不压身 不压身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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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